AudioJungle 物质文化史研究,主要研究方向是明代物质文化史,即通过破解明代绘画,及各门类文物中隐藏的历史信息,皆是明代的社会文化现象和历史发展规律,风流才子美人缘家竹桃应不娘业女子的滋容,如鲜花般娇媚,女子的青春如鲜花般短暂,因为与鲜花有太多共鸣,所以她们对鲜花的热爱是由衷的,滚滚红尘之中, 没有永不调灵的鲜花,亦无永远不老的红颜,自古以来,貌美如花都是她们生活中的头等大事,每当季节轮回,花开花落之时,她们的心绪往往不能平静,那些韶花一世,命运难补的古代美人,只带拥有一份完美的爱情,因为赢得了爱情,就赢得了人生,在鲜花盛开之际,女子把她们插在头上,照花前后镜, 画面较相应,多少阔顿的春愁,无尽的心事,都倾注在并边的几朵花单上,涂一球鹰贵妃小装,采花美国克里夫兰美术馆藏名球鹰,人物故事吐测,贵妃小装图,涂一,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,据北宋乐史,杨太真外传称,华清宫端正楼是杨贵妃的梳妆楼,图中会杨贵妃,坐在石青色圈以上, 三差,一诗女双手承托盘,盘中首饰,任其挑选,另一诗女抱大圆同性,为她照应,左侧红群女乐,弹奏空,猴,绿衣女子一旁观摩,进景会春日庭院中,几名女子试弄花会的景象, 左侧三名女子,位于桃花盛开的桃树旁,背对观者的高级女子,手探树枝,正欲折花,身边的双继侍女,手捧骨瞳孤平,等待高级女子将折花插在孤平中,正对观者,疏松头的是女,右手掩折之桃花,左手执一面朝下的青色团扇,端庄斜径,右侧是一个方形实为花坛,花坛右边为玲珑透皱的太湖石, 左面是一株盛开的牡丹花,旗下散放着几小块太湖石,时下点缀一些小草,求应以自己观察到的生活细节为基础, 何必想象杨贵妃在华清宫端正楼书小庄的景象,清出文人李渔在《贤情欧记》中,提到女子小庄时的簪花之上,富贵之家,卢德利人,则当遍访名花, 直于捆内,使之旦息相亲,诸为翠绕之容不足道也,沉起簪花,听其自责,喜红则红,爱子则子,随心插带,自然何宜, 所谓两相欢也,寒素之家,如德美妇,乌旁稍有戏地,亦当种树栽花,亦被点缀云品之用,它是可简,此事独不可简,挖冥时期,上至宫眷,贵妇和大家闺秀,下至寒门的小家碧玉, 小庄时都洗簪袋鲜花,所以辉格外的庭院中,往往根据家庭能力种植各种鲜花,它们除了用于布局和分割庭院的景观之外, 还有两个用途,一是提供女子小庄时点缀云并,二是做舒适或闺房等室内平花轻工的花材,求因所惠情景,正是基于食生活基础上进行的艺术创作, 图两唐银网属工绩图女子们三代鲜花,往往花,叶齐三,相应成去,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幅明代无门画家唐银的工笔仲采人物画, 网属工绩图轴,这是其著名的代表作之一,图二,该画以五代前属后主网眼的后宫生活为创作题材, 正面站立着的两名工绩,各有一名侍女服饰,左侧工绩带金莲花冠,头前正中插花形金分心,侧插一花形金眼笔,旗下插珊瑚三,她身穿粉色道衣,外搭深绿的云鹤纹披肩,鲜鹤白色,云纹略深,对金衣领是一周浅绿的红云纹花边,唐银所谓虽为历史题材, 而衣冠服饰等元素,皆呈现出鲜明的时代风格,右侧工绩带飞凤道观,侧插花形金眼笔,身着蓝色道袍,对金衣领处是杂宝纹,两工绩面施胭纸,体貌风润中不施俊秀,情态端庄中尽显娇柔,四女柳梅英纪,鹅,鼻,汗,施以三白,吸收了张轩,周榜等人躺装侍女的造型风格,靴尖狭背,体态匀衬, 符合明带对侍女清秀绝美币审美要求,图三唐阴王鼠宫祭图,家竹桃鲜花图,三唐阴王鼠宫祭图,家竹桃鲜花局部她们一是华丽尽显雍容,而展现青春朝气的,却是搭配在首饰旁的新鲜家竹桃花叶三图三,万历三十二年近世,观至浙江又不正史的王相晋, 著有一本《二汝亭群方谱》,书中记载了家竹桃的形态和习性,旗,花五瓣,长桶,半微尖,淡红,娇艳类桃花,叶霞肠类竹,故名家竹桃图四,因她有艳识未寒的习性,故农历九月初一致于向阳处,十月虚入教保管,不可让她溅到霜雪,冬季不宜太躁,天气和暖之时,还要用少量的水滋润她, 却又不可多,以防冻坏,来年三月,在江家竹桃从教藏内移出,五六月时,妇人用她搭配百茉莉三代环迹,有险娇鸟妩媚,明代中后期的苏州诗人王提,登佑诗云,张江茉莉供江兰,家竹桃花不耐寒,三种尽非无底有,一年一度买来看,这三种花虽不是无的特产,却是苏州花市上的畅销品种, 图四粉黄家竹桃苏州是明代中期以后繁华的商业中心城市,虎丘山图五处处鲜花烂漫,此地的花市北宋时期就已出现,到了明初发展,成为一个辐射周边多地的大型花卫集散市场,青出无限人少尼有一首虎丘花市曲,其中唱道,虎丘山家田不变,虎丘草木分如县,诗绿妖红,开胃云,堂上分花传礼剑, 不争霸雅云,争芳飞,一株燕绝千钱威,甜头老农长苦鸡,山家日日烹鲜肥,虎丘山家的花农不懂种粮,只擅长种植鲜花,前来收购的各地花商,通过运河将花卫分销到各地,一株起立绝燕的鲜花,价值不止千钱,种田的老农忍受击苦, 而山家的花农,由于鲜花售价较高,所以收入较好,生活富裕,青人古路在青家路同桥以兆路,中也称,料理源花胜倒粮,山农衣食为花芒,种花的利润远超重粮, 山家花浓的衣食用度,全靠鲜花这种经济作物,图五湖秋山景色苏州城内的女子买花不必外出, 据名成画十一年近世,正得元年的户部尚书,兼文渊阁大学是王傲所著的姑苏至中纪述,苏州城春日里卖百花, 每天清晨花饭们,都换卖不同的品种,鲜花斑斓艳丽,照应世中,女子们见到卖折之花的小贩走过窗前, 直接从连下头前,即可购买,还有卖包花的商贩,每天早晨定时为书小庄的女子提供鲜花, 然后按月结算,青人蔡云以永花招施一手,描绘出江南民间庆贺百花生日的盛况, 百花生日是凉晨,未到花期一半春,红紫万千匹锦绣,上楼点缀贺花神, 供奉花神的虎秋花神庙附近,也是有晚赏月的好去处, 山塘两岸青楼众多,才子与铭记在此纵有,精美的画坊,奢华的仪石, 以及十九山水的榴莲,构成一幅琳琅的城市义乐图, 青人故路在青家路同桥以赵路,中云,白蓝如玉珠蓝翠, 好与吴娃鸭并芳,书中又说,苏州城中不论大家小户女子, 多喜爱以鲜花为装饰,特别是歌迹传娘,更是不可一日无三花, 唐吟也是爱花之人,有月转东墙花影咒,花影月破若为荣, 多琴月照花间路,结与花摇跃下风的诗句, 他还以花字笔,加色寒霜向日开,于香染染妇, 眉牌,独连杰操非凡众,曾向陶军敬礼来, 他选定的住所在春日桃花盛开的地方,又作诗表明心计, 桃花屋里桃花庵,桃花庵里桃花仙,桃花仙人种桃树, 又摘桃花换酒前,酒醒只在花前作,酒醉还来花下眠, 半醒半醉日复日,花落花开年复年,但愿老死花酒间, 不愿鞠躬车马前,在起所会同音轻梦图,图六中, 抒发了他的生活遭遇和感受,图六堂吟同音轻梦图, 此图,以睡莫白描手法画一株无铜树, 同音颇实处一人仰面闭目作交易之上,神请天淡, 左上提诗十里同音父子台,先生闲逝最年来, 此生以谢功名念,轻梦应无道古怀,可知此话作于他遭遇科场舞弊案, 黯然返回苏州老家之后,他的仕途被阻断,从此以卖化为生, 这是他邮居临下的写照,因即是离去,重怕亲离,使他意志消沉, 颓废自弃,长继情倾楼之中,他毫不忌讳与妓女的交往, 春日写怀诗中吟,苦面险晕妖僧和,暖醋熏隆与季轰, 即相涉中诸气友,心情可与我相同, 他穷困潦倒又多情重义,妓女徐素早妖,他悲痛万分, 写下哭记徐素诗,轻拨双配记无踪,情爱悠悠怨分众, 残粉黄声音扑面,故一相继于关凶,月明花向灯前落, 春近人从梦里逢,再脱生来农未老,好交相见梦自荣, 还有一首扬州道上思念沈九娘,表达了对关系沈九娘的相思, 知苦,相思两地望迢迢,青雷临门落不袍, 杨柳小烟情绪乱,梨花木与孟昏霄,云龙楚管须金屋, 奉入乌山奏玉霄,明日和桥重回首,月明千里故人遥, 他并弃世俗偏见,三十六岁时, 娶沈九娘为第三任妻子,在祝允明的安排下, 由即将卸任的苏州之府,王傲主持了婚礼, 唐银与妓女之间,是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惺惺相惜之情, 妓女看重她的才名与情义, 而获得赏识又是唐银最需要的精神内介, 她以生活中出现的妓女为模特, 绘画了不少美人图, 当然身为职业画家, 创作这类题材也与客户的需求有很大关系, 身边的歌技传娘, 一十里每日簪花, 她看在眼里, 记在心头, 行到深处, 无言辞, 诉诸彼端极华章, 于是为王属公祭图中的四位美人, 也添上了时髦的新家族桃花叶簪, 本文以获授权发布, 图文由作者提供, 曾发表于中国收藏, 2016年12期,